A影车在路口准备回转 车头没问题 但一看车尾 过长的钢筋 不只转往一旁 停等红灯的轿车 还直接插进对方车身内 当下短短4秒 整辆轿车一度像是被拉着走 因为司机还想继续往前开 就怕司机没感觉 目击民众马上大喊 透过另个角度看 教室车身被插进钢筋后 整辆车被拖着走 下一秒一旁女骑士 刚好停红灯路过 看到这一幕 连忙往路边骑 而让周边用路人惊吓的 还包含硬车车头 驾驶根本没在管 这些停等红灯的骑士们 其中一人吓得频频往后退 我还要挨到 一旁就挨到 都知道了 都看到了 他发现他好像过不去 然后他就有把他鼓一下 那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客人 就有大喊说 弄到车 弄到车 重回事故现场 当时运营车驾驶工程 他原本要准备在路口回转 不过由于车身比较长 他担心会波及前方 停等红灯的机车 因此拉大回转幅度 不过却波及一旁 停等红灯的轿车 警方调查因为当时 驾驶是要在钢筋前往工地 生成一时没注意后方车况 但再看一次这画面 钢筋已经插进车里面 运营车像是卡住停顿后 还在踩油门时力往前 怎么会撞到没感觉 而运营车也明显违规 这档载的钢筋长达15米 超过规定长度 可罚3000到18000 而他就来自宜兰的货运公司 实际回到公司登记地 就位在东山乡 如今却变住家 住户低调避而不谈 由于没人身亡 双方已经私下和解 虽然说万幸 当下遭坡节车辆 后座没乘客 但罚钱是小 侥幸的心万万不可以 短新闻中文 带志杰在新北宜兰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都 Poker